他做了十四亿国人 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就是火烧日本晋国神社 我叫刘强 是新自军抗二人英雄 十六旅四十八团团长 刘卑森的孙子 今天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日本的晋国神社 就是敬拜的那些 中条英机战争罪犯的地方 我今天要宣告 新自军必胜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看去杀 2011年12月26日 在为人生日的这一天凌晨 伴随着一声巨响 位于东京的晋国神社 燃起了熊熊烈火 刹那间警报声响彻了整个东京 而刘强在放火成功后 立即乘坐飞机逃往韩国 并且再一次放火烧了日本诸汉大使馆 此举直接震惊了中日韩三国 刘强更是被中韩两国视为英雄 那后来的他有没有成功逃脱呢 他有没有被警察捉住引渡到日本呢 如今12年过去了 现在的他过得怎样了呢 趁现在正值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国家攻击日之际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刘强火烧晋国神社 这一大快人心的壮举吧 刘强1974年出生于上海 祖籍江西安府 他爷爷刘培生 是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八团的团长 是抗日战争的英雄 他带领部队打过五四反围剿战争 和三年游击战争 可惜在1945年6月14日 他和日军拼命的时候牺牲了 年仅30岁 刘强的外婆叫杨英是个韩国人 他以前是日本的慰安妇 被日军从朝鲜半岛抢拉到中国 每天都受日军的领辱和虐待 直到二战结束 他才摆脱了那种地狱般的日子 但是他的心已经被伤透了 他不敢回韩国 就在中国隐姓埋名 过着安静的生活 他从来不跟别人说他的过去 他只想忘掉那些噩梦 刘强从小就跟外婆特别亲 他上学前一直跟外婆住在一起 后来放假了 也会去外婆嫁 1985年 外婆去世了 他临死前 才把他的秘密告诉了家人 那时候刘强才11岁 刘强的外祖父也是日本的受害者 他因为在韩国学校教韩语 被日军残忍杀害 可以说刘强的家庭和日本 有着血海深仇 可是刘强生活在新世纪 他从小就过着富裕的生活 刘强对于以前的仇恨 似乎没有太深的感觉 他虽然恨透了清华日军 也痛恨日本军国主义 但是他对日本这个国家 并没有太大的厌恶 反而对他有点好奇 刘强大学毕业后 当一名英语老师 还自学了日语 交了很多日本的朋友 刘强从日本朋友的嘴里 听到了日本的美好 他想亲眼去看看 2005年 刘强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他终于去了日本 他发现日本确实有很多美丽 他甚至还去了那个 臭名昭著的晋国神社 他站在晋国神社的门口 心里突然起了一股冲动 他在这里唱一首大刀进行曲 向那些死不悔改的日本鬼子示威 幸好晋国神社的警察 听不懂中文 不知道刘强在唱什么 所以没有理会他 之后 刘强回到了中国 结了婚 生了孩子 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 直到2011年3月11日 日本发生了9.0级大地震 海啸席卷了整座城市 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数以万计的人失去了家园 灾民需要心理疏导 刘强有心理治疗师的证 又懂些日语 他决定去日本做一名志愿者 但他的家人都反对他的决定 有钱不帮中国人去帮日本人 你这个汉奸 但是刘强认为老百姓是无辜的 他不顾反对 坚定地去了日本 然而在日本 想要成为志愿者 首先就要日语过关 刘强的日语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所以他按照安排 先去了和戈山县的一座学校 学习日语 他不知道 他所在的和戈山县 正是当年清华日军61连队的发源地 这支部队曾经在清华时 从东北打到华南 杀人无数 当地的人都是清华日军的后代 他们提起那段历史 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刘强非常气愤 他更加震惊的是 一座神社的寄文 竟然把61连队吹捧成英雄史诗 在后来的学习中 一些老师的做法 更让刘强厌恶至极 他们对中国学生有偏见 一点都不公平 中国学生要是迟到了 他们就骂个没完 好像中国学生就是罪大恶极 其他国家的学生要是迟到了 他们就装作没看见 顶多就是敷衍几句 刘强看不惯这些日本老师 对中国学生的遗志气势 他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有一次 日本老师让学生造句子 刘强突然站起来 大声说 中国的同学都鼓起掌来 日本老师气得脸都红了 脸说 语法错误 语法错误 而在课间休息的时候 刘强和其他同学 聊起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 一些日本同学就跳出来反驳 他们不承认自己国家的罪恶 还想混淆掩盖这段历史 甚至还对自己国家的暴行感到骄傲 刘强实在忍不住了 他不断地在课堂上 与老师针锋相对 对得对方哑口无言 学校的连环回上 刘强被邀请上台表演 他一边弹奏乐器 一边讲述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状 这一举动彻底惹火了学校 第二天 刘强就被赶了出去 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刘强在日本的计划 他还是去做一名志愿者 帮助那些受灾的老百姓 然而几个月过去了 一件事情彻底激怒了刘强 让他产生了一个新的主意 2011年12月18日 韩国总统李明博访问日本 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府问题道歉和赔偿 结果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拒绝和否认 甚至还有人说慰安府是自怨的 这些话刺痛了刘强 他想起了外婆在林子谦告诉他的那些日军的暴行 那是他一生的痛苦 也是他永远无法忘记的噩梦 刘强再也不能忍受了 他决定要为外婆 为爷爷 为所有的中国人 也为韩国人 为亚洲人 出一口气 在这期间 68名日本国会议员参摆了供奉着日本战法的靖国神社 于是刘强想着在靖国神社喷个漆发行一下 但是他的一个日本朋友直接建议他烧掉靖国神社 后来我那个日本朋友就说喷什么漆啊 你就把它烧掉 抹药了啊 烧 既然日本人都说烧了 我还能拒绝吗 既然日本人都这么说了 刘强也不客气了 他决定烧掉靖国神社 于是他提前购买了汽油弹和打火机 并花了五天的时间 三次去了靖国神社彩点 研究了周围的环境和安保措施 制定了一个完美的纵火计划 12月26日 这一天是毛主席的诞辰日 也是刘强外婆去世的日子 凌晨4点 刘强躲过了摄像头和保安的视线 分三次把汽油泼在了靖国神社的大门和基座上 然后用打火机点燃了火苗 顿时火光冲天 靖国神社被一团火焰包围 像是地狱的火门 刘强看着火势 心中一阵狂喜 刘强按照原定计划 坐上了前往韩国的飞机 韩国是外婆的家乡 他想替外婆来到家乡看一看 靖国神社被烧 日本怒不可遏 他们怀疑凶手是韩国人 是出于他们反对未安抚提议的报复 出于中国人敢做敢当的气概 刘强多次公开表明自己就是纵火案的凶手 但日本方面却不相信 于是刘强跑去韩国警察局自首 可是还是没有人相信是他放的火 2012年 刘强来到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 并以同样的方式再次放火 但这次刘强并没有逃跑 而是选择在原地等待韩国警方的到来 在韩国警方的审讯下 刘强交代了自己做这些事的原因 当日本得知真正凶手后 便向韩国政府施压 要求将其引渡到东京审判 说要严惩他 然而 当时正是日韩矛盾尖锐的时候 因为日本不承认 强迫韩国女人当为安抚的事情 于是韩国人更不同意日本人的要求 他们觉得刘强是为了正义 是他们的朋友 这或许是中韩关系最和谐的时候 韩国政府还给刘强找了最牛的律师 人民也上街游行 举着标语声援刘强 此时我们国家也知道了这件事 马上和韩国方面取得联系 要求保护刘强的安全 最后韩国拒绝了将刘强引渡回日本 但也因纵火罪被判处了十个月的监禁 也许出于对于刘强一举的敬佩 刘强在狱中的生活受到了各种人的照顾 在韩国监狱度过了愉快的十个月监禁后 首尔高等法院对刘强进行罪犯引渡审判 这时候 中日两国就开始争夺刘强 日本使劲地向韩国施压 还派了前首相麻生太郎亲自去韩国要人 而我们国家也一直强调 绝对不能把刘强交给日本 2013年1月3日 韩国法院宣判 刘强是政治犯 不符合韩日罪犯引渡条约的规定 所以将他遣送回了中国 日本气得要死还详实手段 谁知我们国家的外交人员 第二天就把刘强接回了国 正是这前后脚的功夫 刘强刚上飞机 日本的特工就到了机场乡抢人 可是没赶上 韩国的左派人士也赶来了 把日本的特工围住了 甚至有人当场切负抗议 归国之后的刘强 迎来了大量记者的采访 一时间不堪其扰 网络上的评价也是完全两极分化 有些人认为刘强是民族英雄 他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 但也有人认为他 就是一个游走于法律之外的分子 做事情完全不考虑后果 但他完全不管别人的评价 回到广州后 刘强每周都会抽出一天 日本领事馆抗议喊口号 要求日本政府拆除 供奉甲鸡战犯的晋国神社 以及向卫安府道歉 但他的行为 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批评 别有用心的人发现 刘强每次出现 都能引起众多人围观 造成一定的治安问题 给派出所民警添麻烦 他们就利用这一点制造舆论 攻击刘强 而攻击的矛头不限于刘强本身 他的父母 老婆 孩子都受到影响 连过正常生活都变得奢侈 他的父母认为他惹麻烦 几乎要与他断绝关系 妻子带着孩子与他离婚 单位更是将他开除了 他成了孤家寡人 而他所做的一切 也被一些人认为是轻狂之举 只是想要迎合大众口味而已 然而 正义的力量总是存在的 刘强的行动 引发了全球范围内 对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关注和讨论 最终 日本政府不得不向韩国道歉 并赔偿为安抚受害者 承认其罪行 这不仅是刘强个人的胜利 也是对历史的证实 刘强加入了刘强历史研究会 开始了历史研究工作 希望用知识和笔来继续他的抗日之路 他仍用自己的方式做着抗争 曾经 有人说刘强傻 也有人说他的精神状态有问题 但找到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终身的事业 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幸福呢 聪明的网友 你们觉得呢 我不追求在别人眼中 大多数人过得正常的所谓的right的 你happy来自什么呢 happy来自我做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我说我自己愿意说的话 并且百分之百的为这个负责呀